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華軟移行公園四季的二期產品 它是一個 115 平方的烏溢 設計得超實用 亦都非常合理 但是它有一個奇葩之處 讓我感覺目前是不值得去扣入的 華軟這個樓盤亦都是我的主推樓盤之一 我有很多客戶是買了華軟移行公園四季的一期產品 另外我還有三位姓陳的朋友是比較有緣分 兩位陳生一位陳小姐是買了一期產品 他跟我說華軟的產品給人家的感覺是會高端一些 今集和大家去看看二期產品 為何它的 115 平方我不是推薦 好了出發 我現在到了華軟移行公園四季的二期 這個圓林也做得很漂亮 跟一期的產品一樣 在西區的圓林之中有兩種 一個是其他樓盤的圓林 另一種叫華軟的圓林 這裏就是入戶大堂 它跟其他樓盤都有一個區別 它全部都是一個瓷磚上場 它是用一種灰色的瓷瓷 入戶大堂可能你去其他樓盤有一點點的區別 讓大家看一看 每天吃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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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奇怪 爲何会有一条烈闲 还有一个吓水道 這裏也有一個下水道湖 為何會設計成這樣? 是不是有些其他? 這個就是115平方的護液量 四旁,南北對流,雙腦袋 空間感絕對夠大,也絕對很舒服 可以說這個護人在整個西區的採窮 是可以在這個面積段吊打 基本是所有樓盤,除了月秀 115平方四房,雙腦袋 但是我們廚房這邊的腦袋 它需要封窗,不然就會有些少噪音 因為後面就是一個深夜高鐵經過的路線 所以你需要封窗,擋住這個噪音是會比較好的 115平方 這個廚房很大,好吃 這個客廳更加不能彈 也很大,這邊有個房間 你可以做睡房也可以,書房也可以 雙腦袋的設計 很漂亮,很小 看看房間 它這種戶型不是每個房間都很小 它不是每個房間都很大 它不是那種緊湊型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 115平方做四房的單位 房間其實是很小 但是華潤的二期房間 真的比別人的空間感很足夠 還有洗手間 亦都是做得比較溫和明亮 裡面的空間很大 並且是有個很大的空間 這個就是兒童房 兒童房的空間都足夠我們使用 而且空間感是絕對救小朋友 他們去居住 放一張喪人床 上下那種 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感 可以說是中規中矩 它不算特別大 那麼它的衣櫃放在哪裏呢 這邊 衣櫃放在這兩側 它的衣帽間不是多少 你需要用房間做衣帽間 或者去做多一些櫃體 櫃體這裡都做過隱藏門 亦都是有一種說法 很多人不喜歡 洗手間對住一個主人床 看看用什麼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做一個隱藏門 這個就是95平方的三房兩個洗手間 那麼它這個二期的產品 和一期的產品區別在哪裏呢 它95平方有個長露台 還有它的護人 都是一個很實用的一個護人 它因為在品字樓 它的實用性都是提高的 看一看它這個長露台 看一看它這個長露台 目測這個露台的話 應該有六米到七米的一個距離 這個就是95平方 和一期樓盤的一個區別 它還有一個區別 因為它是品字樓的設計 它是沒有那條面鑼 所以它在廚房 包括洗手間 也看不到一條走廊 採光度是比較好的 因為沒有了那條走廊 如果家裡的一個實用性都提高了 它房間呢 給別人的感覺就大了很多 那這個樓盤的膠標 一樣都是屬於一個高標準 這個主套間 房間 空間都足夠大 我們就看完了115平方的護盤 它的護盤設計很實用 亦都很合力 但是它的走廊位讓我感覺很奇葩 如果日後不處理的話 我個人感覺 對著體驗就一半半 因為在未來如果下雨的話 雨水飄進來 雖然它是有一個下水風度 但是走廊很濕 我們出門口和回家 是肯定感覺不舒服的 如果日後遇到颱風天 我們怎樣回家 怎樣出門又是一個問題 我們如果自己 暗淺是封這個窗 可不可以呢 物業會否同意呢 又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物業同意的話 這個消防可不可以通過呢 又是未知的 所以現在去扣置這個115平方的護盤 是存在很多不定的因素 如果你是現在買了的話 日後不得到處理的話 未來的轉手和自己的居住體驗 肯定是很差的 所以如果你們在考慮這個護盤 最好要等華潤給出一個準確的答覆 我們再去扣置 是最好的 如果你們想買入華潤這個樓盤 你們可以考慮它一期的 8座105平方的護盤 都很漂亮的 單邊位 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